女童嘴唇红肿破了个洞 鲜血直流甚至染红口罩及妈妈的衣服 怎么去个公园变成这样妈妈实在好心疼 受伤的女儿无妈妈投诉 原来就是因为有男童在玩这台太空漫步游乐设施时 不小心撞伤了她的女儿 我看她也没有骂她的小孩 她就叫她小孩过来跟我道歉 但我也只能跟小孩说没关系 不然我能对一个只有悠悠般的男生 小男生破口打妈妈不可能 然后那个爸爸就是打完间 然后就是也没有问我后续什么的 然后她听到我说没关系 她就带着她的小孩走掉 我觉得小孩子她本来就是要玩耍 她有什么责任父母要看着 我觉得父母本来就是要在旁边做监督的责任 原来是15号下午5点多 无妈妈带着两岁女儿前往台中南屯丰富公园玩 当时正有一名就读幼幼般的小男孩 在玩太空漫步 也就是脚踩滑步设施 结果气彩摆当时 不偏不已砸中刑睛女儿的嘴巴 当场摔倒在地痛得哇哇大哭 那这个女童母亲目前已经到本所到案了 那希望我们请帮协助教育件事器 那厘清一下对方这个男童跟男童父亲的身份 男童父亲就这样一走了着 让无妈妈超级傻眼 当女儿送医后表示 虽然没有很严重的伤 但后续还得进一步缝合伤口 看到女儿吃饭嘴巴痛到吃不了几口就好舍不得 现在只希望男童父亲能现身为儿子闯祸给出交代 TVBS新闻廖文汉李佳燕台中前方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